北京时间9月8日,中国国族对着卡塔尔的有一赛打响,最终全场比赛结束,面对年轻的卡塔尔队,中国国族再一次败下阵来,要知道我们这次踏出的可是国内的最强阵容,但是比赛却是踢的一塌糊涂,完全没有章法,甚至连有危险的打门都没有。 全场比赛被卡塔尔在地上打,在后卫线上冯萧婷的表现堪称是灾难性的,特别是在下半场的比赛中,冯萧婷在10分钟内连续两次超低级的失误让人大跌眼镜,在全场比赛来到第48分钟的时候,卡塔尔的门将直接大脚将球,开到了中国队的前场,本来是一次没有什么威胁的大脚开球, 但是国族的后卫冯萧婷,却差点送上大礼,在球来到中国队的禁区前沿的时候,冯萧婷一个漫不经心的回传球,写些让对手完成破门,幸亏 冯萧婷出击及时将球打出底线,卡塔尔获得了一个脚球,但是距离这个失误仅仅过去了10分钟的时间,冯萧婷再次出现大失误, 严峻林将球踢给冯萧婷,冯萧婷在拿到球后,在禁区线上,被卡塔尔球员完成抢断,哈特姆进区线上停住球后又脚抽射,这个时候又是严峻林做出了精彩的扑球,冯萧婷的表现可以说是十分的糟糕,而在丢球后,冯萧婷的态度更是让人心寒,一般来说在丢球后肯定会拼了命的回抢来弥补自己的过时, 但是冯萧婷在第一次回船失误后,没有积极的回抢,而且暂着不回去了,这样的表现态度也是让人十分的心寒